好 现在我们面前摆放的这四盘 就是网络当中大家投票得出的 孩子们最不喜欢吃的四样东西 那待会儿每人就挑一个 然后挑完了之后 自己看一下之后 用自己的最简短的语言 来描述一下它 让剩下的三位嘉宾来猜一猜究竟是什么 猜对的话没有什么 猜错了的话 我们将会有一个 有史以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惩罚 要给大家 迷之惩罚 迷之 来吧 好 那我们就随便拿吧 反正都不知道是什么 对 好 来 给自己自己偷偷的看一下 这是什么 偷偷的看也不能让你们看到 反正都是孩子不爱吃的 我觉得你们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你们肯定猜不出来 好吧 那我们 我这个孩子们也都爱吃 好吧 那我们就从你开始了 好吧 那我们就从你开始了 不 我就把我放在后面吧 你确定了 我这个是压轴的 真的 很难 真的 超级难 那我来先形容一下它 给你们一个关键词 好 山珍海味 我的天哪 范围好广 山珍海味是一堆东西 它是食用菌的一种 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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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香菌 真的 真的 就是香菇 真的是香菇 我们家宝宝很爱吃 但是有的宝宝可能吃不惯 它那种菌类的味道 我们一般直接烧在鸡汤里面 然后直接切片出来 然后宝宝又喝汤又吃香菇 所以就很安心觉得 好吧 原来香菇大家很不喜欢吃 但是还好 心目还不错 替我们猜对了 香菇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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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小心了 就看得出来吗 应该只看得出颜色 胡萝卜 有些比赛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看 我一个小胡萝卜头 这个跟你颜色好搭 对啊 很好看 所以心目会对两个了 好吧 来 磊叔 让大家猜一猜你的是什么 我这个东西 不管你怎么做 可能孩子都不爱吃 怎么做孩子都不爱吃 因为我这个是绿色蔬菜 但是它的气味非常浓郁 是的 非常浓郁 孩子都不愿意吃苦瓜 富含纤维素 纤维素 芹菜 我还准备讲中老年老 最爱的 对 说到纤维素就芹菜了 真的现在连很多大人 都接受不了这个味道 但是说实在的 这三样的东西 我小时候真的是都吃的 这四样都是我爱吃的 对啊 我可能是比较奇怪的 小朋友吧 你的内药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道菜 它的名字 我用六个字来形容它 花非花 菜非菜 难道是花菜 花菜 其实蛮接近的了 它是绿色的 西兰花 西兰花 绿色的花菜 绿色的花菜了 对 绿色的 但就是因为它是绿色的 孩子就不太喜欢吃 这个西兰花它 并且炒的味道 只在表面进不去 对 所以孩子越嚼得越没感觉 越不爱吃 这个我怎么做 你们知道吗 我这梗就直接去掉 梗是大人自己炒菜吃 我把上面的这个小粒粒 把它这样子切下来 切下来之后 就是可以混在蛋里面一起炒也可以 混在它别的喜欢吃的饭里面 就直接 包括有时候 我是直接拿小刀 把煮熟的这些东西割下来 塞在它那个饭里面 好吧 看来这个没有难倒你们了 那这样吧 你们要再来猜一猜 这四种食物 在我们树洞上的排行 是什么样子的 排行 最不爱吃的 最最不爱吃的 排个序 我觉得应该是我这个吧 因为我这个味道 大老远就把孩子搞怕了 我也猜是情形 香抽万里 对 都觉得是芹菜 是的 我也觉得是芹菜 有没有不同答案 我猜是香菇 因为它那个味道太独特了 我有点接受不了香菇的味道 那我们两个孩子都爱吃香菇呢 我毕竟还是个孩子 这里百分之五十的孩子 都喜欢吃香菇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大家的猜测是否正确 排在第一位的是香菇 太好了 排不获胜了 排在第二位的是胡萝卜 第三是芹菜 第四是西兰花 西兰花 这四个分别是孩子们 最不喜欢吃的这个几种蔬菜 那 真的我觉得西莫 你今天真的是全对 对 对 然后大家表现得都 都不太好 那么的平均 对吧 我们三个平均喝吧 她是孩子 我觉得还是把这个机会 让给西莫吧 毕竟她所有东西都爱吃 她还是个孩子 对 我相信尝了这个之后 一定会刷新 你对我们节目的认知 我相信我尝了这个之后 我可能今天就厌食了吧 我不能偏食 你不能挑食 我不管了 反正就是你喝了它 苦丁茶 你也是苦丁茶 这可不是一般的 你看 能够看到的有苦丁茶和这个柠檬 对不对 都是咱们之前用过的 苦丁茶已经是我们家务市的必杀 我告诉你 这个比普通的苦丁茶 杀伤力强多了 因为它里面 有你看不到的东西 代表大家尝一尝 苦加酸 这个料要比我们之前还苦 还记得吗 我们曾经说过 就是有些味道相加以后 可以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那我们也是为了让大家 真的是能够加深一下印象 哪些是孩子们真的 特别不喜欢吃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会针对性的 对症下药一下 待会我们会有更精彩的内容 来帮助到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更多关于孩子们厌食的一些知识 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家务市主人的 微信公众号 然后就可以有机会获得 和我们的专家嘉宾 一对一的专属回答和惊喜的福利 当然关注我们的微信 也会有机会进群和我们的各位达人 进行线上的互动 更多福利等着大家 那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一些 最常见的一些家常的一些食物 只是因为它可能气味上稍稍特别一点 口味比较独特 所以就不受小朋友们的喜爱 但是为了保证这些孩子们 他成长过程当中 不要有这种营养的缺失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方法 让他们乖乖吃饭 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提案今天 其实厌食自古以来都有办法解决 就是说在我们每个手指的第二个关节 正中间被称为四个 被称为四缝穴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小时推拿 最常用的方法是 是推拿的方法来搓 对啊 对 要温柔一点 用每个指关节 第二个指关节正中心 就是那个像眼睛的那个 然后呢我们从食指到小股指这个顺序 给孩子这样子搓 这样反复的搓搓200次左右 200次哦 对 这个是治疗小儿 及时消化不良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 真的有用吗 就是在医院中医科还在用 哦 就是经过时间检验的 对 这个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这个搓的时候不用抹点什么 润滑油啊 或者说抹点什么那种 你真当真是推拿 你这个手粗啦 真是 人家小孩的手摸着柔的 那还不润滑 太嫌弃了 在这儿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如果孩子最近吃肉比较多 消化不良不爱吃饭 你可以煮一点山楂水 哦 开胃的 开胃的 如果孩子最近吃面吃完之后 孩子负胀 消化不良 也能浇麦芽或者浇骨芽 煮水河 如果是吃了纤维类的 比如蔬菜 待会儿水果吃多 消化不良的话 用神曲 炒神曲煮水喝 神曲 焦神曲 焦山楂 焦麦芽被称为焦三仙 焦三仙 焦三仙 但手心按摩我觉得是真的挺好 对 因为手心按摩是时时刻刻 都可以帮宝宝操作的 对 而且这个动作 宝宝也不会比触 是的 好像还能促进什么母子啊 夫子之间的感情 对 来吧 接下来 小玉来提个案吧 我一直是崇尚喜欢动好皮的嘛 所以今天呢 依旧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 可以亲子互动 又可以室内自己跳的一个饮食操 好 那我们都到这里做久了 都动一动好不好 你 你好 你